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操作指数老师带的会员拼命做多 哇一万七千七拼命做多 有的还买选择 还买扣 我有的同学也参加别的 说哇那个老师好厉害 一万七千七百点这里 扣一买买二十口 一万七千七今天多少 今天跌到一万六千九 哎同学这一跌多少 八百多点了 你命都没有了 所以多少老师三月三十一号带着你一路做多 尤其台子旗一路做多 你到今天已经赔了八百多点了 你一口就赔了十六万多了 你保证金就十几万嘛 你赔光啊 八百多点你赔光了 所以你三十三月三十一号 你跟着那些一路做多的老师 你到今天已经讲白了输光了 你买选择权到今天选择权 统统归零高 扣就变成零 你自己看嘛 那我张道恩 我不要说我多厉害 我请全国同学 你好好想一想 三月三十一号当天有跌吗 当天有跌吗 当天是创新高 你先弄清楚 对不对 当天大凡是创新高 对不对 从三月八号一路涨一路涨 当天是涨最高 当天创新高 当天有跌吗 没有跌 那同样是老师 同样是专业人员 我张道恩三月三十一号 我在讲什么 同学我在三月三十一号讲什么 我在三月三十一号跟大家讲什么 我在讲什么 同学 不要说我很厉害了好不好 我在三月三十一号跟大家讲什么 来亲眼看一下 我讲操作的关键是专专专专专业嘛 专业依据专专策略专业工具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专业追高 你的老师专业追高 涨了一千点了 专业做多 到今天赔了八百多点 对不对 所以你们都乱搞 我讲了赚钱 大物筹码泄露天机 筹码转多 指数是大涨 那筹码转空 那当天是大涨 所以我讲了 所以我讲了起始获利的关键你要掌握大物筹码掌握专业工具然后尊重多空的什么 纪律 你没有纪律 你的纪律大涨一千点拼命做多这就你的纪律啊 那这样还有命吗 你今天还有几条命告诉我 你们的纪律就是大涨拼命做多 风险来了你都不知道 筹码转空了你也不知道 反正大涨一千点你就拼命做多 这就是你们的纪律 对不对 大涨的就拼命放空 大涨的拼命做多 所以你们最后不赔钱谁赔钱呢 你看我当天三月三十一号我跟全国同学讲什么 亲眼看一下 我们三月八号一路做多 16720 16875 17316 17319 一路做多 三月三十一号当天开盘 开盘跳空大涨创新高 整整波段涨了一千点 我当天讲什么 我台子大涨了千点 要怎么操作 你好好的冷静思考这个问题 要怎么操作 我大物筹码何时转空 我有没有提醒你 有没有叮咛 有没有交代你 涨了一千点 你不要啥啥搞不清楚 涨了一千点你就以为要做多 那这样你有多少钱你都要赔光 我跟你讲很不客气 对吧 我在股市四十多年了 我看太多了 对吧 涨了一千点就要做多 是不是 涨了一千点就想做多 你还有几条命呢 我当天已经跟你讲了 涨了一千点了 我特别强调这里发生什么事 我说来到这里是怎样 刚好一万七千七上档的什么 套牢卖压出来了 对不对 我上档套牢那么严重 整整又涨了一千点 套牢卖压会怎么样 当然会出来嘛 套牢卖压一出来 这个盘会怎样 当然要向下转空啊 同学 我甚至连会跌到哪 我在前两个礼拜 我都预告了 我说会回跌到前低 一六七六四到一万七千点 整数关卡 就一万六千八到一万七千 这个区间 我这里告诉你筹码会转空 带着你赶快放空 而且会跟你预告会跌到 一万六千八到一万七千的一个区间 我是不是送你快一千点 同学 这是不是送分离 这对我们来讲送分离 所以从清明长假前 一路跌下来 到今天 整整崩了八百多点 这不是送分离吗 你听我的话 三月三十一号 我已经警告你 很简单了 反正我就是三月三十一号 这一天我叫你干什么 来全国同学 自己用眼睛见证 你不要说今天跌到一万六千九 跌了八百多点 二十三老师你好准 那都是废话 对我来讲没什么意思了 我的目的是 让你赚钱 那赚钱的关键是三月三十一号 你要做对 你要做对趋势 做对方向 做对动作嘛 三月三十一号大盘是涨了一千点 只有那一天你满脑袋想做多 拼命去找那些做多的老师 你到今天还有命吗 你钱又赔光了啦 一百万就赔一百万 两百万赔两百万 你期货跌八百多点就是刚好赔一倍 那我三月三十一号这一天我苦口婆心交代你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说涨了一千点 要怎么做 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 我筹码怎样 何时要转空啊 我抬着急转空架 转空架 你赶快来电话 赶快跟上脚步 有没有 当天跟你讲什么 三月三十一号 同学一早一开盘 17750附近赶快放空 我有跟你讲废话吗 张老师你发疯啦 涨了一千点叫我放空 当然我当然叫你放空 因为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筹码转空吗 你还看不懂 所以今天你连筹码也不懂 结构也不懂 你不懂筹码你懂多空吗 大涨了一千点 你只知道赶快去做多 那你就完蛋了嘛 你看涨了一千点 我带我的全国同学干什么 一早九点多 17750附近赶快放空 为什么呢 大物筹码17740 17740 发生什么事啊 转空了嘛 所以我说你今天没有大物筹码 你根本就不知道多空啊 涨了一千点你敢空吗 你告诉我啊 你敢空吗 你敢空 你当然不敢空 你跟你的老师 还拼命做多 多少台面老师拼命做多 大家心里有数 我张大夫很简单 我3月31号带着你赶快放空 这是绝佳的空点 这是赚大钱的机会 那你听得懂吗 所以一笔就知道 什么是专业 你好好想一想 你的老师3月31号 带你拼命做多 张大文3月30号 带你一路放空 你到今天事后 你就知道了嘛 什么是专业嘛 17740转空 9点22分 来在这里 大物筹码清不清楚 所以我一再强调 操作要有专业的机率 筹码转空了 你还拼命做多 那你当然完蛋了 你当然赔光光 你有没有纪律 你筹码也看不懂 多空也看不懂 那你的纪律在哪里 你的纪律就在 习巴拉嘛 十读九书嘛 硬拗嘛 乱搞嘛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 投资人来股市 就赔了一塌糊涂 你在乱搞 你每天瞎着摸大象 涨了一千点 哇赶快做多 那你看我们的纪律 涨了一千点 抱歉 涨一千点是你家的事 我们的纪律就是赶快放空 没错吧 涨了一千点 当年涨一千点 我都跟你写得很清楚 涨了一千点了 怎么操作 我还问你啊 叫你好好问问自己 所以这一次的关键 胜负关键 就在三月三十一号 当天你看不看得懂盘吗 你知不知道筹码要转空 你知不知道这个盘要大跌 你看得懂吗 那为什么我们都看得懂呢 这就是有没有工具的 有没有专业 有没有工具的关键 就劝你这一次 阐输八百多点 你不要以后再犯 这样的一个错误 你这样会永远赔不完 同样涨一千点 为什么你的老师就拼命做多呢 拼命选择选买扣呢 那为什么我从三月三十要带着全国同学 拼命放空呢 而且还跟你预告会跌到 会跌破一万七到一万六千八 这里放空我都可以告诉你要跌到哪 你看看我张老师的专业到什么程度 我不仅一万七千七百点 一七七四零赶快放空 而且会跌到哪 我都先告诉你 这才是本事嘛 对不对 所以当天跟你讲了转空转空转空 一七七四零空 一七七五零空 一七七四零空 一七七四零 大物筹码转率放空 还不清楚吗 你不要说张老师我有色盲 那我就抱歉了 你说红绿我看不出来 那我就抱歉了 你只要看得懂红跟绿嘛 转率你还不空 你还干什么 我们的城市一七七四零 你看血压计都这么清楚 转空那你还不放空 那你要干嘛 这就是纪律嘛 四月六号一早 一早八点四十九 你还没睡醒 我们告诉你一七五零零 对吧 一七七四零 颇弹空单续报 反弹压力 一七五零零 再空 再空 当天收盘 一七五零六 没问题吧 都很轻松的让你空到 对不对 四月六号一七四九七 再转空 清清楚楚 价位 对不对 转率放空 价位通通有 四月六号再空 四月七号一开盘 一七三六五 转率放空 清清楚楚 不要拆 不要赌 昨天一开盘 一七二七二 转率放空 SOP执行操作 杀到了一万六千九百七十六 对不对 昨天一早八点多 你看我们都八点多 把动作都做好了 你还没睡醒 我们就在打仗了 你懂不懂 所以昨天八点五十九 一七二七零再空 昨天一空下又送你三百点 好 关键来了 今天一开盘 来你回答我 这是什么 我从一七七四零 一七五零零 一路叫你放空 而且跟你一路预告 会跌破一万七 到一万六千八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区 今天一早 一六九零六 我讲的区间 一万六千八 到一万七 来了没有 来了吗 那你告诉我 从三月三十一号 带着你一路空下来 到今天一开盘八百多点 我跟你讲的目标区 来了没有 来了 那这八百多点 是不是送分题呢 同学 所有听我话 八百多点送分题 然后一口十六万 五口八十万 一口十六万 从三月三十一号 是不是 轻松达正 所以这八百多点 对我们全国同学来讲 就是很简单的送分题 这八百多点 就是你从三月三十要 为什么一七七四零 叫你赶快放工 就是要掌握 这八百多点的下杀回档 好 今天一早杀到一万六千九 来你回答我 我跟你讲的下跌的支撑 目标区在哪里 是不是来了 一万六千八到一万七 那下杀的短线的支撑区 来了 该做什么事 你不要跟我讲 你不懂 我一七七四零 带你放空 就是要等着看 看这跌破一万七 跌到一万六千九 那今天来了 那我请问你来了 你要干嘛 你今天坐高铁南下 目标是到这个台南 就台南目标到了 那你说干嘛 哎呦不要 我不想下车 我想赖在上面 怎样 坐到高雄 坐到台东 目标到了嘛 要干什么 下车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一早 我讲的目标 跌破一万七到一万六千八 来了 那来了要干什么呢 三月三十一路送你 带你放空八百多点 送分体 那今天早上目标到了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干什么 今天要怎么做 来 请问同学 今天一早 我们三月三一路空八百多点 我讲的目标也来了 来 大家看 你自己看我今天八点五十三分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开盘前 你懂不懂 你们都要等到九点开盘以后 看看台积电有没有涨 看看什么现货 我们不来这一套 我们八点多 我们就知道 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了 What's going on 我们八点五十三 已经交代我们全国同学 台子我们17740 17500 破断空单 一路叫你放空 对不对 今天开盘前了 现货还没开盘 我们是放一路放空 今天趁台子下沙16940附近 要干什么 反手买多 赵老师跌了八百多点 为什么叫我做多 为什么 我刚跟你讲 为什么 我们跟你讲的支撑 短线跌幅支撑价到了 对不对 一路叫你放空 我们不是说一空就要世界末日 不是这样子 我们当时带你放空 已经跟你讲了很清楚 对不对 放空的目的就是打回前波的一个低点 跟一万七 那已经来了 那来了这里会跌身怎样 跌身会怎样 你告诉我 一个皮球从12楼丢到1楼会怎样 你回答我会有反弹 当然会反弹 所以今天一早我们已经交代我们全国同学了 下沙16940附近怎样 反手会有反弹 这样了解吧 这样了解吧 一开盘八点五十多分 今天下沙我们是要准备抢反弹 就到九点多还跌到16906 对不对 来更精彩今天大物筹码自己亲眼看一下 16919 大物筹码怎样 转红翻多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3月31号苦口婆心 叫你一路放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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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早800多点 800多点短线OK了 对不对 然后告诉你这里16900附近会有反弹 大物筹码16919翻多 结果呢 谈到了17068 今天一早叫你反手翻多抢反弹 多少点 一百四十点 同学 你需要说张老师很准吗 啊 再度见证今天早上叫你翻多 我们一早哎 八点五十多分 我管你三七二十一 昨天美国跌四百多点 你敢做多吗 你又不敢 所以你根本筹码都不懂 结构都不懂 什么时候反弹你也不懂 你怎么会赚钱呢 3月32号一路叫你放空 你也不懂 所以我们3月32号 17740 17500赶快放空 今天一早送你八百多点 对不对 那跌下来告诉你会跌升反弹 对不对 16940附近翻多操作 大物筹码今天16919正式的转红翻多 对不对 又大涨了一百四十点 那你告诉我 我们从3月32号一路放空送你八百多点 今天早上16919翻多又送你一百四十点 你告诉我 从3月30号一路放空八百三十点 今天抢短多一百四点 多空两趟 你告诉我多少点 你自己讲 多少点 我讲过掌握千点就是倍数赚一倍 两趟有没有千点 有没有千点 有没有千点 都很简单 好不好 所以掌握大物筹码 掌握专业工具 你才是获利的关键 你有专业工具 你懂大物筹码吗 你懂多空筹码结构吗 你什么都不懂 每天猜赌 你怎么会赚钱呢 是不是 所以赚钱并不难 好不好 公议大家 3月31号一路放空下来八百多点 今年抢短多一百多点 多空两趟不好意思 又快千点 好不好 赚钱并不难 想跟上脚步 指数接下来如何赚钱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张大文 40年来专业来协助你 帮助你反败为生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件卷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